小杜 小杜 你能不能让妈上内心的 小杜 小杜 什么 那张朵呢 他也走了 我没法跟他过了 这次是真格的 妈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李月彤 你反了你 不是你让我夺回政权的吗 我让你夺回政权 也没让你把人家赶走啊 我主张的是多党合作 你就是领导核心 让他们参政一政 我没让你搞独裁啊 我最反对专制了你啊 你这孩子怎么做事情 无极必反啊你啊 你怎么不长着脑子啊 你看看你把这事弄的 你怎么收场 你怎么收场 大王 现在怎么样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昏迷 那严重啊 不好说 一会儿警察结果出来再说吧 安排做个CT 好 结果出来以后 拿骗子到办公室找我 咱 那那你归姓呢 免归姓孙 嗯 月彤啊 月彤 月彤啊 快去找 找月彤 好 你见他干啥呀大爷 见他更受刺激了 见他更受刺激了 喂 我妈出车祸了想见你 老太太没什么事放心吧 不是大夫 我妈说头疼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是皮下组织粗伤 啊 那没什么大事吧 过几天就好了 好 谢谢谢谢 大夫 你慢走 好好 妈 那走然回家吧 回哪个家呀表哥 老头子 嗯 我想明白了 咱俩回家吧 别跟小多他们两个 再添麻烦了 妈 妈 你别这么说 我对不起你 傻孩子 你说这乱啥呀 你们好 妈就好 嗯 我妈没事 妈 月彤 回家吧 回哪儿了 回我家 也是宁家 这傻小子 还不听你媳妇的 那行 那妈呀 再麻烦你每天 你别这么说 月彤 谢谢你 好 那我去开车 我嫂子今天咋来了 太阳打西班出来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你怎么越来越像你妈呢 你能少说话不 老赵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还不都是你那宝贝女儿做的 幸亏她婆婆没事 但凡有个伤筋动骨 那都是她的罪过 谁让你背后瞎指挥你 我 我那是看她受别人欺负 教她打翻身仗 她可倒好 这翻身翻身翻到别人身上去了 你说现在这孩子啊 她怎么就不懂得很无相处的道理呢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说她跟张夺还怎么过呢 你翻来覆去都有理啊 我说的没道理吗 没错没错 没错就走啊 快点快点 你走 做这也好吃这样 月彤啊 你去受累了啊 没事儿 我们来了这么久了 我难得做 我尝尝我手艺 手艺行啊 哇 这么多好吃的啊 新餐呢 哎呀呀 大姨子你干嘛呀你 这样子了啦 你要把果酱抹在里面才好吃的啦 你这什么 不 没了吗 这甜的不行 我这糖尿病 你这银行少 给我拿两颗大葱 妈 你平时没隔 给这两颗大葱全面包吃 你都啊 你别忘了啊 接下来给那个妈那活片我买的 好 我来吧 我有听不要这样的电话 我给他们打电话就行了 月彤啊 谢谢你啊 没事儿 月彤 你真他们 真替他们买火车票了 这还有假 我的意思 如果你不方便 还是我 我买吧 就打一个电话而已 没这么复杂啊 但是我也要 行行行 我知道 你要说什么 谢谢这个词已经说烂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你这人真的是很奇怪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你别把我的好心情给破坏了 快走吧 喂 喂 喂 视力约通了 我孙佩佩 谁 想起来了吧 上次我们见过面 在你公司 还记得吗 找我有事儿吗 我想跟你谈谈 见个面行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我也没什么 不是 其实呢 我就有件重要的事儿 要告诉你 行 在哪儿 我现在想起来 无论 要不要 你能够 找到什么事儿 你能够找到 好事儿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 上次在我们公司是吗 是张总让我帮忙 帮忙 我其实和他很久没联系了 那天遇上了 他就说让我到他公司 假扮他的女朋友 就这样 为什么 说是因为他妈妈的关系吧 他妈妈是不是到你们公司 然后让同事都知道 你们已经结婚的关系 对你的工作造成了苦恼 让你很不顺 他就想说让我去假扮他的女朋友 听说效果不错 是不是后来你们同事 又相信你是单身了呀 这也太戏剧性了吧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不过 又同我想告诉你 张夺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人 他一定爱上他 好了 你俩现在啊 处于当局者迷 我今天来的目的呢 就希望你呢 不要对我产生误会 他这个人真的挺好的 真心地祝福你们 洗酒的时候别忘了我就行 行了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清晰母 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啥呀 来又来一杯还拿点东西 我听那个岳同说啊 二姨那孩子小岳在租房子 正好 我有个老同学 也就是现在教小岳的老师 他们学校啊 给他分了一间宿舍 可他从来就没去住过 房子呢是小了点 也比较老了 但是价格公道啊 又在学校里 我想让小岳去住 你看怎么样啊 哎呀 妈 回你回你去 那赶紧好了 这她阿姨呀 用租房的事啊 那个操老心的 那你个帮姐姐的不更好吗 谢谢你 清母啊 不谢不谢 童童不懂事 她不会处理问题 那那个清母啊 嗯 我呀 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呢想明白白白的呀 咱们老人最好 也不是俩孩子好啊 嗯 越同学有多年 他俩倒一起不容易 嗯 今天结婚呀 是他们那个约约分 对 对 这俩孩子应该呀 知道好好玩日子 比老一天老吵 那 那 这他们 有什么问题 就是好 急 那你总激活 激活呢 那没事 嗯 你这我会想安心 你这时间一长 就把她给安心 嗯 千千不忘了 你放心 我的女儿我最了解 这童童啊 就是一着急啊 她就是嘴上一 就是不饶人 其实啊 她还是很传统的 我们家是一个很正规 很传统的家庭 我的女儿肯定不会离婚 那个老李是吧 现在这社会啊 离婚力高 这也都是大环境造成的 不算什么大事 是这样的 你先拧了这趟来 我 我们两个我挺感动的 说些两个 原来我 我已经这房了 是不是我 我已经这 那 那 千千你放心 谁爱离婚谁离婚 反正我们家女儿是不会离婚的 这点你们放心啊 张朵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的 李容金 谢谢 孙菲菲找我了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我向你解释过 可是后来你不给我机会呀 那我给你机会才解释 什么事都要给机会才解释吗 那你还真上机了 我要是要是那天在气头上把你撞死怎么办啊 要是那天在气头上把你撞死怎么办啊 来 谢谢你 这段时间欠您太多了 死在你手里 死在你手里 我无法可说 没什么事儿 我先出去了 啊 我还有不少工作没有 没做呢 你走啊 都没拦着你 门里当的呢 你走啊 真的啦 好 靠容彪 笨蛋 别叹气 想开点 儿孙子有儿孙福吗 什么意思啊 你不就担心彤彤离婚吗 顺其自然 李哥 你有问题啊 我怎么又不对了 什么叫顺其自然哪 你这退休以后满脑子自由思想是从哪儿来的 还是你以前就有我没发现啊 顺其自然 这小树要顺其自然能主张生长吗 这小狗顺其自然能看家吗 这河水要顺其自然能发电吗 不能把彤彤跟小狗比拔 挑字眼 我说的是一种状态 你现在看那些报刊杂志都什么人办的 真得好好查查 这跟我的报纸杂志有什么关系 也对啊 都给你弄糊涂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李月彤 你这点小思想翻不了天 幸亏有个童童 什么意思啊 我说啊 这个家里啊 幸亏有个童童 要不然说 孩子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石呢 孩子 你只要把追历 搁在他呢 我呢 就平凡无事了 老李 你总算说了句明白话 孩子 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石 对 孩子 孩子 潘总 我这次找你来 是想跟你聊一下 上次咱们在招标会时提起的那个合作项目 好啊 吴总啊 咱们业内人是都知道 蓝色二在你吴总的带领下 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 每季度的业务增长量 都是呈正能量的方式发展 看来 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 你吴总是功不可没 潘总过奖了 业内人士都知道 蓝色二能有今天的快速发展 很多的原因都是来自于我们推广活动做的非常成功 和我的考虑方式非常一致 对 现在回想起来 的的确确 几场蓝色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推陈出新 标新立异 推广部的李总监是我得力的助手 包括这次咱们的合作项目 以后呢都由他来联系你 这是我们的一些资料 您看一下 没买火车票啊 我想爸妈这次来北京也没好好玩 不如我带你们逛一圈北京的著名景点 然后再给你们买个飞机票 你们回去 哎呀我喜欢太够意思了 啊没这么走嘛走全 真出口意料之外 那坐飞机得花不少钱嘛 走哪呀花不少钱 就一次体验体验吧 真坐飞机 我不行 儿子妈那个就是有恐后症啊迷糊 一坐飞机啊我心脏又不好 不行啊我坐不了那晚天不行啊 那根本不行呢你妈恐后症邪惑 有时候在家就站抗时间长都能挡地去 你家出地去了 嗯没想到坐沙发的呢 不管你这么丑 丑的时间长都都没用 我没事 我怎么没事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 我年轻的时候你看 上那个空军兄弟部队呢去参观 他那飞机我都坐过 那天去正好是坐坐了一天 还要坐 飞到远的上 没飞 就做点体验一下 体验 我体验都不敢体验的 你这啥体验呢 就让你坐一下吧 行 您这次是整飞 一万多米高 我不行了 你飞机太高太高 我也不行了 您放心 飞机啊现在是交通工具里最安全的 这点你千万别担心 玉童那也是好意 就你们 这段话是什么 月桶电话 打错了 谁电话呀 打错了 咱们 咱们走吧 走吧 走吧 哎呀 黑色一直挽绕 咖啡当做饮料 冬奔游戏跑 没遇见还有微笑 是你为我的依靠 你为这首宝宝 将来顾问包 每年每月每分每秒 我的拥抱 她从不知道 天风一样做客气好 偷偷越好 一起飞搭 感觉很不妙 去想到 要和你一样 这个呀 是北京非常著名的考全羊 来 尝尝 月桶 你那手机一响了 你看看谁 嗯 喂 月桶 是我 太玉桃 各位亲戚朋友 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的婚礼 但我今天 又让大家失望了 月桶 我知道 上次结婚的事啊 让你非常尴尬 你打错电话了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别再打过来了 月桶 你听我 打错了 这人非要说 我是他要找的人 我说还不信 对 打出电话的时候 经常有 来来来 吃吃吃 吃吃吃吃 爸 妈 快吃快吃快吃 爸妈你们吃啊 那 小月 小月在学校 怎么样啊 哎呀 自从八年学校里头 就特别好 我阿姨也特别放心 是不是嘛 那啥 那个月桶啊 这个事啊 还得真好 谢谢你嘛 帮不少忙呢 没事不用客气 那个小月 那个小月在学校里要缺什么 您放心 到时候我会给她送过去 学校的伙食现在吃着还行 到时候就会吃腻了 我时不时会领她去改善一下 不行 那能行啊 改什么善呢改善 别想出领了 孩子这个 这个等 绝对不能惯 当初那张 张多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那不 那不也挺过来了吗 哪来那么多时候 还出去改善一下 爸 这男孩和女孩不一样 咋不一样 男孩要穷养 女孩啊就要富养 别到时候有一个臭男生 请他吃个泡面就给乖跑了 那不行吧 你俩还会 你这一说呀 我还想一事嘞 这你二姨啊就告诉我了 让我告诉你们俩啊 看着小月一点 别带学校里搞得一件 那可不行啊 看住他 这 小月这孩子不听话 我可先生命啊 我俩是管不着 也管不了 你俩怎么管不了 你是她表哥 你是她嫂子 怎么管不了呢 晚上你就把她惊我回来 别让她坑她跑 怎么管不了她 对 不用你揍她 二姨都管不了她 咋回吃饭吧 慢一步大照片 好 岳童啊 嗯 稍微慢一点 慢 慢一点 不用 我有点迷人 我怕你的人车 小多 哎 刚才你给那个庙里头求的啥符 啊 就是就是一个平安符 好 岳童啊 嗯 我们家小多呀可惦记你的 在庙里头啊 特意给你求着一个平安符 你看我人心里头多惦记你 啊 妈 你说这干啥呀 你把它挂后视镜上吧 好 不客气 开车你别老心乱头 哈哈哈哈 姐头啊 那个手机响了 嗯 别是单位的事啊 哎 不用姐 你放着吧 她一会儿就不响了 肯定是打错了 刚才就是 是 岳童啊 岳童哎 哦 来了 好 你帮妈呀 给她哭开一会儿啊 哦 那洗衣机呀 这个衣服洗好了 妈给衣服拧出来 晾着啊 好 喂 妈 李岳童啊 你怎么半天不接我电话呀 我没听见 你公婆什么时候走啊 过两天吧 过两天吧 改天我去你们家一趟 你别再不接我电话啊 我知道了 拜拜妈 嗯 拜拜 岳童啊 这谁电话呀 我妈打了 她刚打我手机我没听到 就打了座机 哦 你看 又来电话的 这人挺健的 打一天了 你这人 打错了别管她 打了打了就不打了 那个妈跟你说啊 你不管谁电话 你给你回一个电话 啊 你别把事耽误了 我还老胡了你 怎么打电话 啊 给你解释解释去 好吧 喂 岳童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接电话的 谭云涛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瓜葛 你不要再打给我了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我可以接受你任何决定 但是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见你一面好不好 见面之后我会死而无憾地 一切决定由你 还有这个必要吗 我已经结婚了 你要清楚自己结的是什么婚 为什么结婚 岳童 给别人机会 就是给自己机会 我希望和你见面 不是为了改变你的决定 而是 不希望你在不了解整个事件的前提下 而服气地做出 让自己悔恨终生的决定 我觉得这样愚人愚己都不合理 你现在告诉我真相 你之前怎么不说呀 你身不坑就跑掉了 你置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我不想听任何的解释 明天我会在第一次下月的竹巴等 如果你不来 我就是画上石头 也会等在那儿的 再见 妈 咱们吃完饭找点睡 明天起早 去故宫 妈呀 老哥老腿的 我走不动了 我不去了 要去你们去 得去 不去拉倒 不去 我得去 我还照两张相 上次 放爬鼻子 放了爬 咱家后院那个 放爬鼻子 你大爷 对 就是你放大爷 你放大爷 他去了一趟大连 他水边滴了个鞋照两张相 那他得把老公显没的 这回我也去照两张 回去我上去找他去 我都想听他来说 爸 这次我把面子给你找回来 咱们上故宫照 你给我摆个酷点的知识 照两张拿回去给他们看 摆个帕 对 杀了他们的锐气 哈哈 叶童啊 故宫离咱家多远呢 妈你说话呢 什么 那个我问你故宫离咱家有多远 不远 也不近 反正我们有车嘛 开车快了 哎呀 你想啥呢 心不这样的 菜也没吃几口 不好吃啊 没有啊挺好吃的 啊 那啥 岳童啊 这两天呐溜得泪堂了 那再去吧 早点吃饭 吃上饭洗个澡 那歇一会儿啊 啊 好 这酒没了 你去喝酒吧 爸你少喝点玩 别喝那么多 梦堂女库堂城的地方 是今天咱去这个地方 两回事 你干啥呀妈 没事 你干啥呀妈 啊 你干啥呢 啊 哎 哎 老头子 快来快来 你把领带给我找着 我领带呢 找啥领带呀 沙国公不用砸领带 砸啥领带呀 快点 你给我找了 带大伙人干啥呀 来 你过来我给你说点事 月桐啊 我出去一下 这么晚来你震着 你看多陪你去 不用不用 月桐来 月桐想出去 这么黑了赶走吗 你跟他去 来 丁灿回来了 我找他聊聊天去 去吧 你跟他去来 我走了 拜拜 接着小心啊 嗯 瞅我干啥的 让你去都不去呢 你傻呀 真傻呀你 妈 人上女朋友家 我去 我去干啥不合适 我说你能不能 你过来 新买领带 新买的领带你给我放了 明天我会上 顾公带你 去 坐正带 叫人家 你说你到底塞不哪儿呢 你找了问题 你 你 砸啥领带 砸正带呀 真是 真是 他真的是一点歉意都没有啊 所以我说这个人特别的过分 就是啊 就算是普通朋友 不辞而编那么久 回来了也应该解释解释 不过谭与涛不像是那样的人呢 你不打算去找他了 不见 你还恨他啊 我不会原谅他的 你想 我当初多信任他 把我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还指望他救我呢 没想到他不辞而别 把我整得多惨呢 就这一点来说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你真这么想的 但我还想到他不辞而别 但我还想到他不辞而别 当然了 那你找我干吗呀 我不是想你了吗 那么久没见到 你得了吧 李月彤 你要是心里不纠结 你肯定不会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来找我的 就你聪明 了解我行了吧 那当然了 咱俩都多少年了 我不了解你啊 我是不想见他 我也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他当初不辞而别 总是有原因的吧 我好奇 你别一见他 一心软 又原谅他了 不可能 套友我妈常说的一句话 事务是在不断地发展的 我已经想通了 与其去幻想 那虚无缥缈的偶像 不如抓住身边实实在在的人 你说 张夺 你看吧 这才多长时间啊 上次 谁还吃张夺前女友的醋来着 那是个误会 再说了 这事都怪你 我当时就说你爱上他了吧 你还死不承认 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种习惯 我已经习惯了有张夺的日子了 那你说要是这就是爱情 那也太平淡无奇了 难道你真的就这么妥协了 不想追求你的真爱了 确切地讲 我是放弃了做梦 梦里的高富帅 能帮我背煤气罐吗 能在深夜 给我赶策划案吗 能忍受 我有说不讲道理的坏脾气吗 能交代父母和丈母娘之间受加班气吗 就是 张夺够全面 一个人全部搞定 这就是我选择张夺的原因 对啊 那你就别去找什么台语涛了 他就是你梦中的白马王子 你现在梦都醒了找他干嘛呀 哎呀 那这样说得不便宜了那个张夺了 这天上突然掉下个白富美 白富美死他了 他怎么了 难道他端着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他什么太端了 他就能神经病了 我难道是 干啥呢 忧心忡忡的呀 没啥事 你 小多啊 你跟月彤你们俩这两天 挺好的啊 挺好的啊 不没几乎吗 是我俩不生气 你看着难受啊 哪儿生气 哪有那么多戏声啊 你就这喊你话说的 我妈这 我这事 不接电话 我妈想跟你说点事 说 就有一个男的吧 他叫 叫 叫谈什么玩意儿 谈什么玩意儿 谈一套 主套 这个 我怎么问的 多奇怪啊 哎 拜托 这个时候是面子重要 还是幸福重要啊 是你妈呀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过呢 幸好我及时回来了 不过呢 要不然你们俩这哑谜 得打到什么时候啊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你帮我问一下呗 要不然 你帮我问一下呗 妈和你说吧 就是这个谈与桃 她没事吧 总给月桐打电话 月桐呢 还不接电话 你说 那一共啥呀 妈都是 都想不开这事儿 人家是工作关系 同事关系 她为同事找她干啥呀 啥事啊 工作上的事儿 工作这个 妈这么大事儿吧 能理解呀 工作忙了 同事之间那时候的啊 哎呀 谈谈工作了 那那接电话呗 不接电话 我就估计这里都 有啥备员的事儿 这么想 就不管什么事儿嘛 月桐呢 我 我了解她 这样的事儿 她绝对干不出来 马老天子 真黑的事儿 再说了 这半夜三更过年 说走就走了 她说是上女同事家去了 她妈也不去呢 我估计啊 别的姑姑妈 她也不能去了 这里肯定好像有点啥事儿 儿子 儿子 月桐啊是好孩子 妈邪恨她呀 你那心嘛 别老整着工作工作的 往月桐那儿是点劲 别让别人跟你抢走不了 我店里这事儿 谁也抢不走 哎呀 妈 你记住啊 在我这儿就开开心心的 乐乐呵呵的 想吃点啥吃点啥 想喝点啥喝点啥 别的你什么都不用想 这个心哪不用你来操 啥事儿都没有 还有啥事儿 你最好多想呢 小时候你就这样 到我大了你还跟她操这心 真是 我还是工作的嘛 那妈 你能跟妈妈的行 哎呀 明白 这孩子 还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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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